位在台北士林的儿童新乐园去年底正式开幕了 元旦廉价期间人山人海 全新的13项游乐设施 让大人小朋友都玩得不亦乐乎 排队好几个小时也甘之如頤 不过旧的元山儿童乐园 陪伴民众走过了80年岁月 即使已经走入历史 在不少人心中 仍然占有不可抹灭的重要地位 回顾元山儿童乐园在1934年成立 是当时全台最早也是唯一一座公办公营的游乐园 鼎盛时期每逢过年 也总是全台民众朝圣的景点 赶在元山儿童乐园席登之前 一言堂采访小组 特别完整地记录下它的最后一刻 还有其中许多动人的故事 儿童新乐园开张 大人小孩都惊喜 元山儿童乐园伴随民众80年 席登步入历史 第六三号 我的父亲以前在东远是当警卫的 第一次来讲觉得说 哇真好 我爸爸怎么在这么好的环境之下上班 受到父亲影响 以明珠15岁就到位在台北元山的儿童乐园上班 他是入口处的售票员 算一算日子已经过了44个年头 小朋友都带给我们多快乐 看他们玩游客一句说 今天辛苦你们了 听起来这句话 整天怎么累 都觉得好轻松哦 不客气 因为这里比较细啊 这样碰撞 震动这也容易断掉 然后再检查这个活动会不会很自如 自由滑动这样 这样普通每天都动 这一天都动好几百次 都要检查一下 一头白发有黑皮肤 57岁的秋万党 也是圆山儿童乐园的资深员工 过去20年 他和同事负责维修园区内 所有的游乐设施 也是一样检查一下 这个阶段 有没有松点 哇 都断掉了嘛 难怪这么慢 我看这座晒的画白 你看我这只手 我这只手是 碰碰撑的马达脚道 我这边缝十几身 你看变成这样 没有把我缝 那伸不直 像这个也是 这个被杀人片杀到了 你看这个已经夸完没有了 但是那个痕迹还在 手上的旧伤痕 是秋万党辛苦工作的直接证明 圆山儿童乐园 在他们这群资深员工的守护下 迈入第80年 圆山儿童乐园成立于1934年 由日本人兴建 最早面积只有三公顷 是当时全台最早 且唯一的公办公营游乐园 圆内设施只有简单的木造小飞机 或是小小的战车模型 到了1958年 一度更名为中山儿童乐园 并且增设游泳池 开幕当天引起话题 台北市又一个萧夏圣地 中山儿童乐园游泳池 与6月5日兴建完成 正式开幕 亚洲最佳童星张晓燕 担任剪彩 接着观理人群 涌进游泳池四周 1960年代到1980年代中期 圆山儿童乐园和隔壁的动物园 成为许多家长带着小朋友 休假时的主要去处 尤其逢年过节 更是涌入大批人潮 民众看动物 兼玩游乐设施 把园区挤得水泄不通 那个年代应该是跟当时的 时空环境也有关系 我记得那时候的一些游乐设施 也跟当时 比如说那时候 不是有登月 所以有类似火箭型的 这样的一个设施 也在里面都有 当然就是那时候在 我想应该是在六七年代的时候 所以有那个废弃的战机 也在这边做一个展示 前镇时期那时候设备有十六项 包括游泳池 我从那个一百阶梯那边 大门口出来右边看 看整个园区啊 看不到地 都是人 像那个泡沫车啊 排到大门口去 对啊 那么多人 后来园山儿童乐园不断扩建 面积扩充到9.8公顷 并且改名为儿童娱乐中心 但外界还是习惯 称这里为儿童乐园 但是1986年 园山动物园搬迁到木栅 加上民间游乐园竞争 越来越激烈 园山儿童乐园的游客 逐渐流失变得萧跳 其实市政府 很早就发现现有的额域设施来讲 就是比较老旧 它的规模也比较是属于早期的那种形态 那因此一直想做一个发展 但是就受限于这个现有的一个规定 比如说往上发展的话 有这个航空的一个限制 然后向下发展又因为有这个 圆山被走 不能够向下挖掘 那如果要向旁边扩展 就受限于水利法 旁边就是基隆河 由于设备更新的空间法令限制多 台北市政府选定是07河路附近 另建一座儿童新乐园 面积是圆山儿童乐园的一半 有13项全新游乐设施 也就是说经营80年承载许多人 童年欢乐回忆的圆山儿童乐园 面临喜的命运 以前这个地方是一个小汽车 那我对这个小汽车很有感情就是 我先生以前也在这个小汽车里面 也服务过 对这里的印象最深刻 最有怀念 对资深员工以明珠来说 园内处处都有深刻回忆 18岁那年 他认识同样在这里工作 打他22岁的先生 以前的大门口 他在那边值班 晚上没事 我都会拎个便当来给他吃 每天就这样 最怀念就是那里 20年 他就走了 他就得了肝癌走 我在想说他走了 我怎么办 我以后还有两个小孩子 我怎么办 然后我出来上班 我点点滴滴都是他的影子 到现在还是一样 还是有他的影子在 先生过世 以明珠伤心到体重一度 只剩30公斤 周遭的亲友同事 很担心他走不出低潮 大家同行也蛮鼓励我 也蛮跟我加油的 也蛮照顾我说 没关系 没关系 我们那个 反正你在这里都有看到他在嘛 他就在陪伴你一样 陪着你上班嘛 一路这样也走了22年 你来坐哪边 我坐这里吗 我坐这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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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两年前 秋万党离开维修部门 改任游乐设施的操作人员 站在第一线 为小朋友的安全把关 就有一次啊 有一个小朋友 船停了以后 按照道理应该由左边下 下到这个码头 然后他不知道怎么搞的 然后往右边跨 那开玩笑 那差不多有一米半的深度 那小朋友差不多三四岁 跨下去 那就完蛋了 所以非常危险 把他扑上去 往前扑 然后把他抓上来 看着孩子们脸上的笑容 让他内心有许多感触 像我刚进来的时候 我的小孩刚好 小二跟小三嘛 那正需要父母在旁边陪伴 那我就来这边上班了 然后就比较 没有时间陪他们 然后现在 他们现在已经成家立业 而且出外面去 自己住啊 是独立的 刚好我们这边 熬了一种心也要 也要收起来 真的其实也 有点感伤 真的怎么那么巧 圆山儿童乐园席灯 老员工内心不眠感伤 而同样依依不舍的 还有在这里 拥有童年回忆的游客 特别是四五年级生 你今天来了啦 对啊 你吃过饭没 是的 我要开始咯 来这边寻找快乐 还有我以前的回忆 我们来到这边 自然就会想到以前的同学 还有想到我儿女 也小时候啊 对吧都会想到 在碰碰车游乐场内 60岁的谢昭华 被小朋友包围着 他一头白发 特别引人注意 自从退休之后 谢昭华固定 每天来这里报道 我不管刮风下雨 都是一样 每天早上一定从系纸中 先坐公车 再到东湖 再换捷运 花一个半小时的车程 我觉得这边比较好玩啊 特别是碰碰车最好玩啊 不瞒你说 有一阵子我老婆还误会 说我每天往外跑 干嘛啊 是不是有小山啊 我说绝对不会 哇 其实谢昭华玩碰碰车 不只是想寻求刺激 更是要从周围小朋友身上 找回童年的记忆 非常喜欢看那么晚 这样你就会觉得 自己好像烦恼还童吧 以前我们小时候很穷嘛 那时候很穷 你说儿童论有大概 真的一年可能只来一两次吧 那现在就弥补以前的不足吧 今天怎么那么晚 因为我刚刚去做那个小伙子 跟那个博先生做 好 今天呢 做一个博先生 通常我一找的话 就是买三百块 跟三个手指都跟他一比 所以他就叫 那影小区就叫我 叫三百块先生 像谢昭华一样的常客 和老员工们 早就成为朋友 他们一想到 在圆山儿童乐园的回忆 就要结束了 雾眠感到惯惜 我个人是觉得蛮可惜的 如果要关掉 等于我们的回忆 通通没了嘛 对吧 以前的回忆通通通没有 不只我 我想很多人都会有这种想象 我想大概 从这边经过 都会回头看一看吧 跨越民众三个 甚至四个世代 有着共同回忆的圆山儿童乐园 已经歇业 在这里每个角落 不同人的故事 或许逐渐消失 但美好的回忆 永存民众心中 不轻易被忘记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